那我们现在就从认识有纳入交互的版本来认识 也就是这个作业的第二大题 那它的回归模型 其实你们如果说有去想 应该也都能想得到 就是在前面没有交互作用的回归模型 再增加一项 就是通常就是交互作用的项目表现格式 这个是药物成语有没有治疗 那我就用那个变相名称来做代表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并没有看到交互作用对不对 那交互作用是在哪边放的 是在这里model build 这个操作技巧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里前面这边看不出有交互作用 就是放什么变相进去 这边看不出来 它主要是在这个model build这边设定 那那个刚刚你们做anoma 应该也有发现anoma的这个model 也是有类似的设计 只是这边我是特意的变成说 就是放到这边才去加进 那现在我给你们的版本应该是有一个地方 上面这个model fit这边有一点调整 有点不大一样 那我要你们现在同样先算一下 这三个就是两个主要效果 跟这个交互作用的sum square 到底是占total的sum square是占多少 先算一下 是属于上面这两个 这个一个是r square 一个是校正后的r square 它这个算出来是跟哪一个比较一致 用计算机算一下 上面这个我还是就是从model fit这边先勾一下 就调整后 你们算一下 因为那个公式跟上面是一样 就只是加了一个交互作用而已 就是算一下这三个成分的sum square 占全部的sum square是多少 分子就是这三个就加起来 对这样子算起来 但是这三个成分的sum square 它占total的比例是多少 total就是包括rescidure都要加 加起来就是统统的 这个应该可以很快就算出来了 这个是0.865还是0.80x0 这样算出来的话 0.865还是0.80x0 OK你们有觉得奇怪为什么是0.80x0 尤其是0.80x0并不是你们今天第一次遇到 刚刚上面有交互作用的这个 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r平方还不是校正后的 是它自己 它这边这个没有交互作用的时候 它就是0.80x0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就是可以说明 在这个状况下 那个这里面你们有看到 它在anobatebo告诉我们 这个交互作用 就是药物跟有没有接受治疗的交互作用 其实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小于任何的显著水准 所以说以这个资料来说 它最适配最适合的这个资料的线性模型 其实是没有交互作用的线性模型 所以说这个概念是下一个单元才会谈到的 goodness of big 它其实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你今天有这个资料 你是不是你可以用没有交互作用的模型 也可以用有交互作用的模型来去算 来去处理 而以这个R2可以告诉我们 把交互作用拿掉 它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就是说用没有交互作用的 就足够可以去那个去解释 或是预测这全部的资料 OK 那你们会觉得这个0.865 那怎么会比0.809还多了个0.5左右 0.4多左右 0.54 这个叫做增加的那个解释变异 也就是说增加了这个交互作用 它只有增加了0.54的 就5.4的变异而已 所以说这个状况下 交互作用没有显著是很正常 因为对这个资料来说 有没有交互作用 对于解释 或者是预测这个 用这个资料去预测 有相同条件的个案 它的疗效啊 是没有什么帮助 好那这个 为什么要在那边特别说 因为这是本来在前面那个讲 那个回归 相关于回归模型的时候 我应该在多元回归那边讲 但是老实说多元回归来去讲 这个概念会比较复杂 所以我把它放到这边 这边就等于是再次跟你们谈 什么叫做多元回归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多元回归 就是这两个例子 其实让你就是看到了那个 最实在的多元回归的线性模型 好只要是有两个因子 两个读面像以上的这种回归 线性模型 就是所谓的多元回归 那但是并不是说 你这也可以 这同时我们可以学到 并不是一个回归式 它有越多的因子 你放越多因子就越好 反而是最放的 就是说刚刚好就够 那什么叫做刚刚好 就是说你可以去比较 两个模型 好像是这个比前面多了一个交互作用 它放进去后 它的R2增加的幅度 是不是真的有增加到 值得 它是一个值得拿来下结论的 线性回归模型 好那以这个ANOVA的例子 以它因为做ANOVA的例子来说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交互作用 并没有达到任何的显著调准 任何的显著水准 所以它不能 所以说有没有 所以说它并没有比 没有交互作用的那个回归式 还更好能够解释这个资料 OK 这样子有了解吗 它都是 就是说是你这个全部的 你这个属于是这个模型的效果的 然后占total的份量 所谓total就是说这些 你看到的这全部加recedure 那只有效果就是没有recedure 就是只有效果 什么你说你那边算出了 你是算哪一个 没有是全部加起来 这三个要加起来 三个加起来 都在除以全部的 全部是说包括recedure 包括recedure 所以是谁算错 凯特你是算0.809 对啊 不是816是809 OK 最接近的还是这个 这个0.809 好没关系 我这边主要是给你们看 因为主要是 我这边要强调是 它的调整后的r square 跟没有交互作用的 它的原始的r square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显示说 这个其实更重要的是显示说 在这个以这个资料来说 有纳入交互作用 并不能够告诉我们 没有纳入交互作用更多的资讯 所以我们才会采用 所以我们才会采用有纳入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会采用有纳入的状况 如果你们这一题只要说明 它这个比较接近的是 那个0.809 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 增加交互作用 并不能够告诉我们 比没有纳入交互作用更多的资讯 那交互作用更多的意义 我可以先打个广告 我们的心识专案 其中的假设会牵涉到有交互作用 这个我详情 我明天上课再说 明天面评论再说